往前一垫这个步 这个脚尖 就往外展四十五度 对吧 我朝东连脚尖朝东北 左脚 右脚 开始是 三起式是向东的 一垫步 脚尖向东南 自己的身体 与正前方 哪有一个 四十五度的角度 不许过 四十五度就是四十五度 就是老叔叔那个 看正四斜看斜四正 从正着看这是斜的 从那边斜着看 这人是正的 其实就是与正前方 四十五度 不要打过 不要打不够 今天一定是男主席 有点牢早 但是 这么牢早 你未必做得对 自己一定注意 你想 现在你 咱们还讲 第一次 左脚独立的时候 我这会儿 面向正南 胸向西南 对吧 待好了 我打完了以后 变成又是三起式了 我胸向东南了 整个的身体是 从西南 到东南 转了多少 九十度 这个九十度 就是产生了 转动 形成的速度 你要把这个速度 跟你的出手 一定要跟身间 踏 在一个点 落脚 转动 出手 身间 一样完成 一块儿完成 而且身体不散乱 不散乱就是 保持一个标准的三起势 不能身体 靠前了 出胯了 这都不行 另外你 胯的动作 是胯带动了肩 所以这里没有腰什么事 胯和肩 老在一条垂线上 也就是说 你的身体 两个肩 两个胯 相当于一个木头板子的四个脚 老吃垂直的 身体跟一个木头板子一样 没有当件 最脆弱的腰 它没有一点扭动 所以有的输入鞋 以腰带手 那绝对别信 腰什么也带不了 腰最脆弱 孤苦临兵的脊椎 这点注意 肩胯相合 就是要用你强大的腰肌 来保护你这个 当件的几肩腰 因为下面有胯骨 上面有胸骨 保护了你的脊椎 就当件的腰啊 最脆弱了 你把它固定住 这会儿就有劲了 如果胯骨在这儿 胯骨动 你拧肩膀 你想你腰椎这几肩 在这种情况用力 绝对是错的 把这个毛病一定得改过来